各位朋友好,在終局風雲的第三期 我講到了遠華集團的兩種身份 表面上看它是私營企業 實際上它是中共官方特許成立的公司 它的公司官方給了它兩個主要的業務 第一個就是走私中共的軍方所需要的一些產品 在那個時候主要是晶片 另外它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要展開對港台的情報工作 還有統戰工作,至於後來它走私很多的香煙、汽車 還有汽油、柴油這些產品,那是它自己在幹私活 或者說它背後的大老闆習氏家族命令它在幹私活 今天就來講一講著名的廈門紅樓 以及紅樓裡面發生的那些龐龜事 所以今天的題目就叫做紅樓會事 紅樓是在96年上半年的時候建成的 它是當時遠華集團的總部 但是作為一個賺了這麼多錢的公司 它的總部看起來是非常的不起眼的 既不高也不大,一共只有七層樓 總共建築面積也只有一萬多平方米 當時遠華集團賺了那麼多的錢 照理說它的總部應當是非常的龐大豪華氣派才是 為什麼只是建了一幢小樓作為自己的總部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賺的那些錢 中共的官方上層是不知道的 上層以為他們還是在老老實實的為官方做事情 為官方做事情那是賺不了多少錢的 另外呢,遠華集團跟正常的公司不一樣 它不需要去研發產品,也不需要去開拓銷路 它不需要很多的職能部門 它最關鍵的一個職能部門就是它的公關部 因為它的主要的業務就是把人搞定 搞定什麼人呢?搞定兩個地方的三種人 兩個地方就是香港和台灣 三種人就是商人、政界的人物還有情報界的人物 到底有哪些人被它搞定了,我等一會再講 先講它是怎麼搞定的 搞定人,這是奈倉新的拉手好戲 因為它深知人性的弱點 弱點是什麼?就是貪財好色 所以整個紅樓的這個佈局,它的這個設施人員 就是針對人性的弱點而設下的一個大羅網 只要你進去了,那就肯定跑不了,肯定被它抓獲 紅樓從外表上看雖然普普通通,不顯山露水 但是進去了之後就會發現裡面別有洞天 極其奢華,它奢華的程度可以說是超過了 當時中國的五星級的酒店 這還不算出奇的,更出奇的是 對它接待的那些客人所提供的服務 那是在當時的中國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服務 紅樓的七層樓,每一層樓都有它特殊的功能 第一層是接待處,接待處裝修也是非常的豪華的 而且還附庸豐雅在接待大廳的門口 就有一幅大幅的書法作品 上面寫著四個字,紅運當頭 在中國的官場和商場,從八九十年代開始 大家都已經放棄了所謂的唯物主義了 很多人都是非常迷信的 看見這四個字,很多人一下子就受到暗示了 覺得自己來到這裡就會交上好運 心理上已經接受了一點微調 已經接受了一點點精神上的控制 如果客人僅僅停留在第一層 那可能還感覺不到有什麼特別之處 只不過是賴昌星和其他的這些遠花集團的高管 出來迎接,說一些拍馬屁的話 讓大家感覺到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享受 接著他們就會被引到二樓 二樓又給他們提供另外一種不同的服務 就是各種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應有盡有 而且不僅有美食,還有美社 還有美人在旁邊勸酒 遠花集團裡面一共有三十多個女公關 這些人不僅僅是長得漂亮 而且還善解人意,還風情萬種 是頂級的交際花,這些人他們被選拔到遠花集團 那是有特別的標準的 首先就是要高中畢業以上的這個文憑 其中也有一些是有大學畢業的文憑的 而且身高也有限制,必須得在一米六五以上 而且需要膚白冒美,還有就是沒有體位 最重要的是還能夠放得開 那遠花集團在招收了這些人員之後 還要經過特殊的訓練才會讓他們上崗 由誰來訓練呢?由總參二部的特務來訓練 總參二部用什麼訓練他們呢? 用當年克格勃訓練燕子的方法來訓練他們 就是訓練他們的這個狐媚的功夫、色情的功夫 訓練結束之前還要到泰國去帶他們實習 這個實習就是要他們徹底的打破自己的羞恥心 上級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 那等到賴昌星和這些客人進入二樓餐館 在用餐之前賴昌星就發話了 故意的告訴他的手下說你把這個某某業務員 或者是某某部門經理把他叫到這裡來 跟我們一起吃個飯嘛來陪陪我們這位中貴的客人嘛 然後就有幾個這個公關小姐就出現了 以這個公司的幹部的身份就出現了來陪這個客人喝酒 然後在勸酒的過程當中就對這個客人表現的 對他個人特別的有興趣特別的殷勤 那很多的這個男人無論他長得有多醜 無論他的這個肚子有多凸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幻覺就是覺得自己有魅力 尤其是那些有個一官半職或者是身上有點錢的人 他們總是看不見自己的醜陋之處 總覺得自己對異性有魅力 總覺得異性對他感興趣不是奔著他的錢 或者不是奔著他的官職 而是他自己有魅力把人家吸引過來了 那這些公關當然對他們這點小心思那是特別的理解 所以不停的給他們獻殷勤 不停的給他們撒嬌,不停的給他們勸酒 俗話說得好,一杯乾二杯敬三杯喝出真感情 那有些人在這種場合之下就開始把持不住 開始心驚搖蕩 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征服了陪他喝酒的 這個女公關、女業務員或者是女經理了 等到飯吃完的時候 賴昌星或者是其他的這些男性的主管 就找個藉口就撤離了 這個時候就只剩下這個客人和這個女公關 然後這個女公關就會把客人引到三樓 三樓是浴池、桑拿和按摩房 這個客人就會戒著酒勁,毛手毛腳 女公關也半推半救 最後兩個人就乘起好事 這還沒完好事之後兩個人還要到四樓 四樓是歌廳,兩個人載歌載舞盡情的歡樂 徹底的放鬆 最後這個客人會被帶到五樓 五樓是客房 女公關和這個客人就在裡面進一步的加深感情 這個時候客人就會被徹底的套牢 可以說在當時90年代末期的兩岸三地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他們可以提供紅樓這種服務 沒有這麼奢侈,沒有這麼糜爛,沒有這麼盈晦放蕩的享受 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能夠找到的 那另外,紅樓的第六層還有幾間總統套房 這個總統套房可不是普通的商人或者是官員能夠進去的 他只是為那些特別重要的人士才會提供服務的 而且他有特別的專用的通道 每一個房間都有專用的進入的通道 讓那些重要人士感覺到他們進入總統套房的時候 已經避開了所有的人的視線,外界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們會有特別的安全感 做起事情來也就特別的放得開 七樓就是賴昌欣的辦公室 等到這些客人從一樓到五樓、六樓享受到各種服務之後 再到七樓跟賴昌欣來談生意 或者是談其他的政治情報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那就完全聽從賴昌欣的了 不聽從也不行 因為所有的這些活動賴昌欣都是有路向為證的 已經抓住了他們的把柄,已經掌握了他們的命脈 他不聽也不行 當然大多數時候賴昌欣是絕對不需要走到這一步的 這些人自願的主動的就向賴昌欣投降了 當賴昌欣向這些港商、台商提出要求 要他們幫忙買進某一些違禁的產品 某一些違反他們當地本國法令的這些產品的時候 他們雖然知道是違法的 但是享受過賴昌欣提供的這些服務之後 基本上沒有人對賴昌欣說不 因為他們還想繼續的享受 他們今後還想再來紅樓,重溫冤夢 至於那些政界的人物和情報界的人士 那一旦進了這個紅樓 就等於是上了賊船,再也下不來了 因為他們在紅樓所做的一切都有路向為證 賴昌欣把每一個動作都給錄下來了 那說到這裡,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很好奇 到底有哪一些人,哪一些香港和台灣的政界人物 當年接受過賴昌欣在紅樓的招待呢 很可惜,向我提供這份材料的人 他並沒有提供具體的名單 他告訴我他們這次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習近平 他們並不想毀掉香港和台灣人 最多最多他們只想給他們一個警告而已 我就跟這個提供材料的人說 如果你不提供任何的姓名就這麼泛泛而談 可能那些人覺得你是在虛張聲勢,他們也就受不到任何的警告 所以最後這位提供材料的朋友 他給我提供了兩個姓氏 第一個是香港的人姓梁 第二個是台灣的姓蔡,他要他們好自為之 香港的這位梁姓的官員,他說已經早就退休了 台灣那個姓蔡的官員是藍營的一個重要的人物 現在還很活躍,他說這兩個人非常的好色 因為這兩個人被奈昌欣掌握了弱點 所以當年奈昌欣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 那這份材料雖然沒有講具體的 哪一些人受到了奈昌欣的控制 但是他也解開了我的一個疑惑 就是台灣的這些親共人士 他們經常的言論是非常出格的 是完全跟台灣的民意背道而馳的 而台灣現在實行的是民主政治 這些人要想在政壇有發展的話 他們必須得跟這個民意,主流民意 不能夠背離的太遠 像他們那種明顯的就是想親共賣台的這種言論 那就等於是政治上的自殺嘛 但是為什麼他們還會這麼做呢? 作為政界的人物,他們為什麼還會這麼做呢? 只有一個答案就是他們被人捏著把柄了 他們不得不這麼做,不得不這麼說 他們的把柄可不止留在紅樓一個地方 在紅樓被關閉、遠滑垮台之後 中共把這種模式,用金錢美女 控制香港台灣人士的這個模式 擴大到全國各地 而且後來建立的這些類似於紅樓的機構 他們所提供的服務那是日新月異,那是推陳出新 台灣的軍政商情各界只要你有一點點影響力 只要有一點點地位和職務的人 你只要敢進中國大陸就一定會被拉進去 就一定會被中共的情報部門所控制 從這些材料看起來 賴昌星確實是對中共的情報事業、統戰事業 中共的軍工發展是做出過重要貢獻的 賴昌星他本人在逃亡之後一直在喊冤 說我是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你們這麼對待我不公平啊 但是他這個說法只是片面支持 中共打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為他利用紅樓不僅僅是為中共做事情 更多的是在為自己做事情 不是僅僅在辦公室也辦了很多的私活 紅樓他也成了賴昌星 拉攏腐蝕中共幹部的一個重要的場所 因為遠華案而受到懲處的中共最高級別的官員 叫李濟周,是當時中共公安部的副部長 他第一次進紅樓的時候就被徹底的給征服了 被賴昌星所推薦的這個女公官給征服了 有半個月沒有下樓 還有一個被腐蝕的幹部的典型叫楊潛縣 是當時廈門海關的官長 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一個海關官長 可以說是前途一片大好 他到了紅樓之後,賴昌星就給他推薦了一個女公官 叫周斌,經常的接待他 讓這個楊潛縣不能自拔 這兩個人後來居然還日久生情 居然正式的平居了 後來還給這個楊潛縣生了一個兒子 楊潛縣被抓了之後,周斌就逃亡了 因為他也是有這個國安特務的身份 我估計現在已經是被滅口了 紅樓的所有的客人裡面地位最高的 就是一個人就是習近平 當年習近平也是遠華的常客 大家看一看習近平這個體型身材高大 而且肥胖,而且肚子突出 大家一看見這種人就知道 他是一個慾望特別強的人 每一個毛孔都散發著慾望的氣息 當年習近平正值盛年,而彭麗媛經常不在身邊 他是經常全國各地到處跑要去演出的 另外那個時候他們已經結婚 在紅樓縣城的時候他們已經結婚九年了 進入了九年之養 所以在那段時間習近平就成了紅樓的常客 他當時已經是福建省委的常委了 後來又當到了福建省的副書記 當到福建省的代省長和省長 所以他經常會找到機會 找到藉口去廈門視察工作 一到廈門就肯定會去紅樓 去了紅樓首先就必須喝酒 他在陝北待過很長的時間的 陝北信天遊有兩句歌詞 說天上有水地下流,領導喝酒要帶頭 所以他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喝酒 酒量特別的大,吃飽喝足之後 他不去三樓去增商拿,因為他很肥胖,怕熱 他也不會去四樓歌廳裡面去唱歌 因為彭麗媛唱歌已經唱得很好了 經常在家裡面念嗓子,他都已經聽力了 所以他吃飽喝足之後就直奔六樓的總統套房 在這個總統套房裡面他經常點的這個女公關 就是紅樓的頭牌,我不說她的名字了,叫做A小姐 不過習近平是一個以事業為重的人 他不會為了個人的享受一直待在廈門 他大多數時間還是在福州的 但是賴昌欣作為一個體貼領導的下屬 他當然不會讓習近平難受 他經常會把這個A小姐派到福州去出差 去向領導匯報工作,去進一步的增強 他和領導的這個戰鬥情義 那這個A小姐也是當年服務李濟州的那個公關 從這個角度來講,習近平和李濟州 也算是在一個戰壕裡面戰鬥過的親密的戰友 那紅樓故事暫時就講到這裡 今後如果接到更新的材料,我繼續向大家報告 下一期的這個終局風雲就講習近平家族 在中共官場的一些恩怨情仇 為什麼習近平能夠打敗所有其他的紅二代 他到底在哪些地方勝出了那些人呢? 下一期要涉及到一些中共早期的驚人的秘密 在今天節目的最後我要給大家再講一講 我上一次提到的那一件事情,那一件正能量的事情 就是中共體制內的人提出來要官民聯合,出席救國 國內民主同道已經這個決定了要發起五大戰役 就是倒習的五大戰役,反共的五大戰役 第一個戰役叫做符號標語變中國 就是要用這個符號標語的方法 來在全國掀起一場造勢的運動 一場社會變革一定是需要輿論造勢先行的 但是現在媒體全部被中共給控制住了 互聯網也被中共給控制了 在媒體和互聯網上面散發這些倒習 反共的這些信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呢,現下的方法還是存在的 這次二十大之前,勇士盆宰州用的這個方法 就非常的有用,就讓信息傳得很廣 但是盆宰州的方法犧牲實在是太大了 現在國內的民主同道已經總結出了 探索出了一個幾乎是沒有任何風險的方法 來造這個事,第一個方法就是在全國各地的 這些中共監控攝像頭的盲點的地區來書寫圖畫符號 什麼符號呢?倒習符號,很簡單 就是一個翡翠的翠字,外面再加一個圓圈 翠上面是兩個習,下面是一個竹 就是說習近平要滅亡的意思,畫一個圓圈 就是代表全中國的老百姓 當然也希望代表全中國的官員 大家一起來聯合起來除掉習近平 這是除習的符號,翠字加一個圓圈 在這個電線桿子上面,在高速公路兩旁的 這些廣告牌子這些建築的牆面上面 大量的書寫這些符號,讓人們到處都看見這個符號 這就讓人知道反習的力量無所不在 這就能夠起到鼓舞人心激勵士氣的作用 第二個就是散發傳單,就是把這些反習的標語 把它印在非常小的這些傳單上面 用輕氣球或者是用不能夠被追蹤的無人機 來散發這些傳單,效果也非常之好 那傳單的內容就是寫著一些倒習反共的這些標語 尤其是倒習的標語,比如說三反 反封鎖、反核酸、反獨裁,這是現在的當務之急 第二還要三要,要吃飯、要工作、要自由 還有兩罷罷免國家主席、罷免軍委主席 明年三月份的時候習近平必須得連任這兩個職位 他才能夠最終建立起他的獨裁政權 那如果是掀起一場兩罷的運動 在三月之前就掀起這場運動 那就會讓他的獨裁夢破滅 然後還有更直接的打倒習近平、解放全中國 還有官民聯合出席救國 讓這種信息在全國到處傳播 就有可能點燃民怨,就有可能激發事變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動手 海外的朋友把這個信息向國內傳播 國內的朋友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之下 動手書寫符號散發傳單 好,終局風雲的第四期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見